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龙众登场 我是罗米 上个星期不是提到孟加拉政变吗 他们的前宗里被逼大逃亡 我国有不少的孟加拉籍劳工 虽然他们仍在一想 但是对家乡还是非常关注的 也多亏了孟加拉这场政变 我们才可以目睹 在我们马来西亚打工的这些孟加拉人 是有多么的刻苦耐劳 首先来自孟加拉的媒体就揭露了 自从总理逃亡换了现在这个诺贝尔奖得主 Mohammad Yunus领导临时政府之后 在我们国家打工的这些孟加拉人 就赶紧去找那个钱币兑换商 把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都汇回家乡给家人 前总理倒台前就只有大概4亿令吉的汇款罢了 前总理一倒台之后短短三天罢了 那个汇款是飙升到17亿令吉的 但是8月份前面那10天 我国就有高达21亿令吉汇进了孟加拉的 刚刚好8月初的时候 又是我们令吉高涨的时候 说是救命雨一点也不夸张 现在你叫我们大马人 从银行户口里拿那个救命钱出来 可能比孟加拉籍外来的存款还要少了 第二件事就是 你以为只有支持巴勒斯坦的人会搞集会吗 你看一下啊 有上百人跑到孟加拉驻马高级专员公署去集会抗议啊 他们抗议我们国家政府没有对孟加拉的辛度教徒 或者任何其他的群体遭受迫害的时候 你没有积极大声谴责哦 他们说我国和孟加拉呢 从1971年就在伊斯兰合作组织OIC合作了的了 安华应该在这个OIC里面 讨论孟加拉国的辛度教徒受迫害的事情 就像他为巴勒斯坦人所做的那样 我国是一个多元种族国家来的吗 那我们向少数群体展示过什么咧 这一群NGO代表说的头头是刀啦 在集会的前一天 首相安华确实是有在他的社交媒体发文的 他说他是有打过电话给这位老朋友 Muhammad Yunus 祝贺他受委认为孟加拉临时政府的首席顾问的 安华也表示 对于老朋友领导的这个临时政府非常有信心 会保护孟加拉少数民族的权益 大马也准备好 要协助孟加拉临时政府 恢复当地政局的和平和安全的啦 表态是有表态啦 但是在社交媒体发文的影响力有多大咧 如果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咯 跟安华早前挺巴的那个姿态比较起来 也难怪我们国家里头的新独教徒们会生气气咯 他们上街大选好像也是安华和团结政府的忠实粉丝 不过说8月份的国际政局真的是弯道 变换无常 孟加拉局势才刚刚稍微稳定下来 现在又轮到我们的邻国泰国爆发争辩新闻啦 泰国首相Shweta Tavisin上台不到一年就被迫下台了 泰国宪法法院以5票对4票裁定 Shweta在委任一名部长的时候 没有表现出道德和诚实 所以就宗旨了Shweta的首相职务啦 现在是由副首相Pongdam来接任临时政府的 这也是泰国宪法法院第4次罢免泰国首相了啦 我来给大家简单整理一下这个课题应该关注的几个点啊 第一 害到Shweta被罢免的这个争议性人物是谁呢 就是他 他叫Pichit尊本 Shweta曾经聘用的法律顾问来的 今年4月的时候呢 泰国内阁小幅度的改组 Shweta就委任了这个Pichit作为内阁部长啦 但是这个Pichit的名声就不是很好 2008年呢 他曾经代表泰国前首相Taksin去处理一宗土地收购案的 当时候他就被指控 用那个装着200万泰猪的食品代猴来试图贿法官 最后因为藐视法庭罪程 判监禁6个月 还有吊销律师执照5年的 Taksin懂咯 他就是泰国的前首相啦 也是第一位民选政府呢 完成了整个任期的泰国前首相 Shweta现在的那个维泰党就是他创立的 有人就怀疑 Shweta去任命Pichit 就是Taksin在背后操控的 所以他才明知道这个Pichit有前科 但是依然让他入阁的 在闹出这些争议之后呢 其实Pichit有主动辞职啦 避免Shweta受到法律的干扰嘛 但是泰国商议院还是有40个人联名 提交了请愿书要求罢免这两个人 所以Pichit的请迟呢 还是慢了一步 这件事情也让更多人相信 Taksin虽然下台多年了 但是他对泰国证据的影响力 还是很大的 第二点 Shweta下台之后 对于泰国证据有什么影响呢 Shweta上任之后呢 以开放泰国作为他的首要任务 比如说在免旅游签证上面啊 还有常常出国去谈一些贸易投资啊这样子 但是六月份的民调他的支持率下滑了哦 很多人对他准备把大麻重新列为毒品啊 还有像4000多万的泰国人发放1万泰铢 就是1263令吉的补贴来刺激经济的做法 觉得不满 然后这些政策也引发了执政联盟内部的争议 你要知道啊 当初这个维泰党啊本来在选举当中 是输了给那个前进党的嘛 后来是靠拉拢了保皇派 还有军方的监制派才可以上位的 但是 Shweta又被认为是Shweta的代理人 再加上政策上的一些分歧 被换下来虽然是医疗之外 但也在情理之中啦 这也表示呢很有可能 军事保皇派集团 才是泰国证据现在背后的大魔王Big Boss 第三点 接下来谁会接棒呢 哇讲到真是很抽巧 那个Shweta被罢免之前的一个礼拜吧 最大的那个反对党就是反监制派的前进党 被同一个宪法法院解散掉了 那位很高人气的小帅Pita 还被禁塞10年 也就是说接下来10年的选举都没有他的事了 维泰党已经宣布了要推举Daxin先年 37岁的女儿Betong Tan 成为新任的泰国首相候选人了 执政党联盟里面的第二大党 泰兹豪党的老大阿努丁呢 也表态支持维泰党的人选 所以Pitao Tan呢 就很有可能成为她姑姑 英勒之后呢 第二位泰国女首相了 我在猜本期节目播出的时候 应该就有答案了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从泰国飞去印度了 最近当地爆发大规模的医生罢工潮啊 这个跟英国去年爆发的护士罢工潮 为了抗议薪资低啊 然后福利不好是很不一样的啊 印度医生罢工潮呢 是该国向来恶名昭彰的罪案性侵犯引起的 8月9号印度大城市Kogatta 发生了一宗害人听闻的奸杀案 一个只有31岁的女医生 在医院里面的会议是惨遭性侵犯 还有残忍的杀害 根据实检报告呢 死者身上有多处的伤痕 眼睛嘴巴腹部四处都出现 头部遭到猛烈的撞击 喉咙的甲状软骨也断裂 怀疑是被勒死了之后再性侵犯的 谁那么丧心病狂呢 是医院里面的诸位警察 就是我们讲的Security 他的名字叫Sanjay Roy 也是当地警察局的医工 被分派到医院去做保安的 没有想到这个举动是送狼入羊圈 为了要摆脱责任的事情爆发的初期 院方告诉家属说 死者是自杀身亡的 但是实检报告就证明 这是一个他杀 被逮捕的嫌犯 其实也不用讲嫌犯啦 因为他直接承认就是他干的 他还若无其事的说 你们不是绞死我啦 案发医学院和医院的院长 Dr.Gosh 就因为发表了指责受害者的言论 然后也因为失责 所以就被迫辞职 可是辞职24小时之后 这个Dr.Gosh 竟然又被委任维卡古达的医学院和医院的院长 因此 这起事件就令印度的医学界大为震惊和愤怒啦 他们穿着白袍走上街头示威抗议 要求判罪犯死刑 还死者一个公道 他们还要求中央医疗保护法 加快通过国会来加强医护人员的安全措施 这波医护示威很快就蔓延到印度的全国各地了 大约30万名的医师加入了示威 部分地区的医院除了急诊室之外 所有的部门都罢工了 8月13号的时候 印度住院医生协会Forda宣布 鉴于说他们的印度卫生部长Jagat 已经接受抗议者的要求了 所以他们决定取消罢工 可是其他的团体和医生护士却不同意 他们要继续抗议示威 直到有具体的一个解决方案为止 他们都不会善罢嘎休的 讲句不好听的啦 印度警察都传出这种性暴力案的咯 怎么这次会闹得这么大的呢 还蔓延到全国各地 那除了谴责性暴力之外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这起案件发生在一个过度操劳的医生的身上 暴露了印度医疗安全措施的严重疲漏 还有就是这个案件发生的地点也很关键 Colcata被认为是对女性相对安全的一个城市 根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他们的报告 2021年Colcata在19个大城市之中 强奸案数量是最少的 全年也只有11宗 你比起Nil Dalti 1226宗的话 Colcata已经算的是最女性友善和最安全的一个地方了 所以在这样一个相对安全的城市 竟然发生医院保安 性侵犯和残忍杀害女医生的事情 能够不引起轩然大波吗 性暴力在印度呢非常的猖獗 2022年的时候针对女性的犯罪呢 数量是增加了4% 其中超过20%是涉及强奸和攻击的 平均每一天呢就发生90起的这个强暴案 等于是每个小时就会有3.75个女性被性侵犯了 2012年印度也发生了一起震惊全球的强奸案 当时候一名22岁的物理治疗实习生呢 在New Delhi的一辆巴士上被4个男子残忍的侵犯和伤害 当时候呢也引发了印度的全国性抗议示威的 那4个男子被判绞刑 从此以后性侵犯在印度的惩罚就更重了 那既然立法都严惩了啦 为什么印度的新暴力案件不但没有减缓 甚至还更猖狂咧 就因为法律摆在那里 执法的可以量着不理咯 当局只有在女性已经遭受到性侵害 甚至是死亡之后才会做出反应的 在印度很多的强奸案当中呢 造势者没有被追究责任 印度的强奸案入罪率也非常的低 而且可能需要花上67年的时间 你才可以成功定到对方罪 2018年当地的性侵案入罪率 采纳27.2% 你看这次案件那个罪犯被打个正着 以丝毫没有愧疚的 还摆烂叫警方直接判他死刑 印度如果要解决生层次的性暴力问题呢 就必须直接挑战印度的家庭 文化习俗 社会规范 还有宗教传统当中根深蒂固的父权制 歧视 还有性别不平等 尤其是印度实行几百年的这些种性制度 处于最低层的女性呢 是特别容易遭受性暴力还有其他攻击的 而来自高种性阶层的男性呢 也经常使用性暴力作为他们的武器 来压制女性还有种性等级 可是说回这次案例啦 除了印度女性又被针对之外 其实也引发了另外一个有关印度医疗措施安全性的问题的 目前呢 印度医生当中呢 女性占了30% 护理人员更多 80%都是女的 根据印度医学协会一骂的数据呢 全印度25个州制定了一些法律来防止暴力行为 但是定罪的几乎等于零 在印度的医院里面几乎没有安全保障 因为没有人认为医院会是冲突的热门地点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有女医生控诉说呢 印度很多医院都没有专门为女医生提供的休息室 还有单独的洗手间 女医生呢没有值班的时候在房内休息 然后常常呢都会被病人家属触摸身体来弄醒 然后要求他们去治疗自己的家人 去年5月的时候印度有一个23岁的女实习医生 被一名醉酒病人用手术刀刺死身亡 而最令人震惊的呢还是1973年阿鲁娜·沙博克安健 她是梦迈一家非常著名的医院的护士 她也是遭到病房服务员强包和勒紧 一直处于植物人状态长达42年 最后在2015年去世的 印度医院大多都人满为患啦 出入又没有收到任何先知啦 甚至没有安装壁路电视 所以医生除了经常面临病人家属的情绪鲜血之外呢 也常常被陌生人或者闲杂人等去骚扰甚至是性侵 当地有一个资深的医生说 她的两个女儿呢都是年轻医生 但是他们说现在印度的某一些医学院校呢 充滞着反社会分子还有罪汉 让他们感到很是不安 我们不是讲有一句话 千万不要得罪你的律师和医生 因为一个会让你被告死 另外一个会把你给整死 印度这些性侵犯女医生的变态 她应该是闲命长火的不耐烦 好吧 本期节目来到尾声了 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一次大部分内容都是讲述国外的一些大新闻 因为本地的看到都闪了 你喜欢这样的内容安排吗 留言让我知道 我们好好说话好好交流 下期再会